我的城市 为了耶稣的荣耀 六都之外全台第一大县的彰化 10月26日连续第二年举办联合祈祷餐会 过去一年圣灵引导彰化化中派众教会 更多的合一 祷告 行动 一起祝福城市 彰显上帝的恩典 众人同心聚集 乃是为了要一起 借着建立城市祷告祭坛 来为我们所居住的彰化县来祷告 去年举办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教会就开始在县政府 我们就有一个联合祷告会 那也有教会就出去 就是走出彰化市 到彰化县几个教会来就行走祷告 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神的一个福音的大能 神的荣耀就更多的 能够来充满在彰化的里面 这么美的福音 你也透过蓝医师来到彰化这个地方 也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经历到这一份最大的福音 就是上帝与彰化同在的福音 连续两年都出席的县长王惠美与立委王秀芳 在祷告中跨越蓝绿 一起接受牧者们的祷告 一起祝福彰化 他们对彰化众教会与机构多年来的爱心服事 表达感谢 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 治你这地 实际化成为荣耀 公义 心胜 和睦 幸福的上帝之臣 TPBS这个信望爱这个基金会 那它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各个教会结合 各个教会然后对于弱势的一个关怀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谢谢 那齐心努力把主耶稣的爱继续推广出去 所有的牧师 大家一起齐聚一堂 为我们彰化县政府 为所有彰化县的名义代表来祷告 让我们彰化能够建设顺利 所以真的满满的感动 那也期待明年能够继续来 彰化众教会跟一同为台湾 两岸及全球的和平祷告 提醒纠徒要在世界局势的黑暗中 为主兴起发光 基督徒是灯主要是光 做我们祷告主要光充满彰化线 不管是在乌尔战争 不管是在中东战争 不管在台海两岸 一切的一个征战的灵 我们要封耶稣的名都要捆绑起来 虽然狗牌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当心主持在上帝面前 我们就来敬拜 做会来祈祷 也相信上帝祂的圣神也要认知 在我们正人的中间 希望我们彰化所有的教会 真的能够联合 让我们的传福音活动会更大 我们可以带领更多人来信祝 在众教会的合一祷告与爱的行动中 愿上帝的恩典与荣耀彰显在彰化里面全地 以上是KTV新闻中心彰化采访报导 就在一个互相维 庄库的行动中心彰化 我们在一个互相主里面的帮助 webicu.com 正 bater 轮廓都获得 我们一起联合 我们在二次中心彰化 我们在一场好中心彰化